世界上有許多神秘而人類無法窺探之地 尤其是生活在深海裡的魚類往往難以觸及 紐西蘭最近捕獲一條罕見的鬼殺寶寶 由於這是深海物種 連成年殺都很少被目擊 這次能夠發現鬼殺幼魚相當珍貴 紐西蘭的科學研究團隊近日在該國南島的東海岸 進行拖網研究時 意外發現深海中的神秘物種 擁有黑色大眼睛 半透明的皮膚上還有著黑色的魚棋 以及背上的肩脊 而後面有一條細長的白色尾巴 身體結構相當完整 極其罕見的鬼殺寶寶呈現在世人面前 鬼鯊又可稱為幽靈鯊 宣明為銀礁 生活在地球上已超過三億年 可以說是類活化石的存在 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區 平常棲息在超過一千八百公尺的山海之中 這次能在水下一千兩百公尺處捕獲 可謂是非常幸運 鬼鯊在繁殖的過程中 會先將培苔附著在海底的卵鞘中 小鬼鯊會利用蛋黃提供的營養 而長大 直到孵化 這次能夠發現鬼鯊幼魚 將幫助人類更瞭解鬼鯊的生活形態 及生物信息